平静的海面上 突然一架直升机越飞越低 结果最后整架直升机 就这样掉进海里 这起坠机惊魂剂 就发生在美国迈阿密海滩市 当时直升机上载了三名乘客 结果意外坠毁在海上 距离永克只差几公尺远 索性海边游客无人受伤 直升机上有两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详细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无独有偶在地中海海面上 也发生了一起交通工具的重大事故 意大利航运公司格里马迪旗下的 欧洲渡轮奥林匹亚号 要从希腊前往意大利 结果起车后三小时便起火 当时船上共有290人 部分人事后搭船前往临近的 希腊福科岛避难 出世都人上还载有32辆卡车 和超过153辆火车 失踪者当中包括了货车司机 让家属担心万分 另外救难人员发现 有一名获救的匈牙利人 和阿富汗人并未列在正式名单 外界忧心可能还有其他非法乘客 遭到这场火势波及 影响生命安全 在内心我们王杰报道 erg于像宝贝